手游酷丸 所以说大家还是有一定感情的 加上大家看过前期视频介绍路西亚的时候 大家还是知道路西亚也是 幼年的时候和自己的妹妹分散了 因为生存下去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对于伙伴有一定的重视 重视度还是比较高的 有一些敏感 现在也是通过这关之后 也是继续来到下一关的一个剧情当中 这个剧情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大家如果说闲来无事的话 其实看看剧情也未必不是一个坏事 我个人是一个算是剧情上的 剧情下的这么一个人 经常会喜欢看这些剧情 可能和大家玩游戏不太一样 很多人都是跨过这个剧情直接去玩游戏的 现在也是在回来当中继续去选择去抓捕这个人 然后发现了一个事 之前 渡边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可以缓解疲劳的一个东西 就是薄荷 有点类似于薄荷这种东西 我们是先接受了 其实这个位置如果说你不接受 它也会强制让你接受的 这个东西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之前遇到的杀手 他会寻找这个系维是注意你 所以说 这个渡边也是 自从发现力服 是这个心形构造 心形辅助型 这个构造体之后呢 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念头 怎么说呢 他对于这个空中坏眼的一些人 还是比较痛恨的 因为也是在这个 很年轻的时候就被这个空中坏眼所抛弃了 但是我更觉得你把这种被抛弃的一些 怨恨发泄到这个水保性的 算也算是自己曾经的这个同僚水场 我感觉有一些过分 但是也不能说谁好谁坏 这个游戏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就大家感觉都差不太多 因为也是为了纯粹的这个活下去 那现在呢也是继续啊 这个来到了这个4-12 大家在玩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事 就是这个3-12和4-12对比 就第三章整体来说难度偏大 因为第三章也 第三章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升格者 然后升格者一些技能呢 他的一个机制可能会让大家感觉到 玩起来不太舒服 但是在之后的一些关卡当中 我们来到这个4-12 大家就发现其实本身 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难度了 那这个呢就是说明这个 战畅画面史这个游戏 它对于自身的一个难度 是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的 他只是说 在大家第一次遇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可能大家感觉不是特别 见的不是特别多 然后他可能会变得难一些 然后导致可能很多人 在这个第三章就直接脱坑了 我见过 确实是我朋友就是在玩到第三章的时候脱坑了 他说自己根本就过不去 如果说大家实在过不去的话 为大家一个推荐 就是你在第三章的时候 把你自己的S角色想打开 利用这个S角色 然后去培养一下他 给他 你最好是有他的武器再去开 这一句实话 就是 S想要什么什么开的 其实我在开过两个号之后 我个人觉得 就是你在有这个角色的一个武器之后 你再去开的 因为我有很多角色都没有武器 我开完他之后 其实最大一个作用的 就是帮我度过眼前 这个比较困难的一些局面 但是对于之后的一些 就是我还是打拨的一个东西 对于他来说 就是不是特别的友好 因为如果说我没有他自身的一个武器的话 其实玩起来也比较费劲 大家可能已经开箱的人 就知道 你在前几S角色的一个输出 就是足以说不携带武器 就携带正常武器也是能度过的 但是在之后就不是了 所以说大家在玩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 你不要说这个前期也为了看这个S角色好玩 然后直接把S角色砍了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在后续玩的时候会比较费劲 但是游戏这个东西嘛 就自己滑乐为主 大家感觉怎么样的话 就如果说大家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就直接用也可以 我感觉没啥太大问题 只是说可能直接用的话 后期会比较费劲 也不是说一定就是过不去 因为如果说你的S角色培养的好 其实还是比较这个强力的 那本期视频呢到这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大家在游戏呢 也是张罗胖米屎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我们收看 如果不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我们收看 下期视频 我们收看还有下期视频 等待观看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